今天有非常重要的貴賓 我們的于邦彥副議長 號召七十一位里長 在十一月十九號 一起出席高鴻安的造勢活動 新竹市副議長于邦彥 展現強大氣場 援以為能順勢 讓他自己連任副議長 沒想到卻出現變數 在臉書上迫出聲明 二十二號于邦彥宣布 因為個人因素退出國民黨 在地方政壇投下震撼彈 不過事隔一天卻急轉彎 決定繼續留在黨內 短短一天以戲變調 難道是在打假球嗎 其實議長也一直居中的 在協調這個問題 那後來我也答應 那也跟于有見過面 那大家對於我們的目標 都一致的認同 不要分裂 日前國民黨新竹市議員 舉行假投票 議長由許秀瑞十四票 全數通過 副議長則出現分歧 陳慶林得到八票 先任副議長于邦彥 卻只有六票 恐怕無法連任 成為壓倒駱駝的 最後一根稻草 雖然經過投票以後 那我以些微的差距勝選 那其實基於黨的立場 跟團結的這個力量 我本身覺得 黨一定不能夠分裂 外界傳言不斷 國民黨以黨內團結 口徑一致來解釋 就連轉新竹市長 高宏安也力挺余方彥 余方彥副議長 其實在我在做地方服務的期間 其實我也向他請益 過相當多的地方事務 真的是一個相當優秀的副議長 一天之內態度大轉變 藍營表面展現團結 但是否有不能說的秘密 外界物理看花 近新聞張借文黃璇璇采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